在路上偶遇闪电麦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而最后的这个360度甩尾飘移场面也太帅了吧 看着这辆神还原的闪电麦昆仿佛是从动漫电影里走出来的一样 而赛车总动员可以说是众多小伙伴们的童年记忆 那么你知道剧中主角闪电麦昆的原型到底是什么车吗 多数人认为闪电麦昆的原型是美式超级跑车的代表 稻奇葵蛇 它是一代蛇王 也是一个传奇 它搭载了一台8.4升V10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756马力 峰值扭矩835牛米 零百加速时间仅需3秒 最高时速可达350公里每小时 无论是炫酷的外形还是强悍的动力性能 稻奇葵蛇和闪电麦昆都十分神似 如果没有这样的张力闪电麦昆 又怎么能得到活塞杯的冠军呢 对赛车运动有些了解的车迷肯定听说过纳斯卡的大名 活塞杯的原型正是纳斯卡 不过也有大部分的人认为 闪电麦昆的原型车是雪佛兰科尔维特C6 它搭载的是6.2升V8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437马力 峰值扭矩575牛米 零百加速时间仅需4.2秒 急速可达330公里每小时 更是曾经在纽国格陵北环赛道 创下了7分19秒63的惊人圈速成绩 那么问题来了 上面的这两款车 你觉得谁最像闪电麦昆呢 大家 contacts 去你 你 往往往往往相当